首先让我们来聊聊动画电影 很多父母都喜欢在周末带着孩子去电影院 看一两部最新上映的动漫电影 如马达加斯加 疯狂原始人 对80后父母来说十分怀旧的蓝精灵 不过让大人和孩子们拍手称赞的影片 大多来自美国 国产动漫电影中叫好又叫做的可谓是凤毛麟角 就连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喜洋洋与灰太郎 不仅在内容上饱受低俗的争议 而且目前其品牌效应也几乎透支殆尽 那么国产动漫到底欠缺在哪里呢 当孟工厂 皮克斯等美国公司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候 国产动漫未来有没有希望夺回自己的地盘 日前娱乐产业信息咨询机构 益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文化娱乐产业年会 在中国动画电影的逆袭之路环节 数位夜内人士探讨了中国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和市场潜力 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叫动画电影的逆袭之路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 但我就在想 就是我们逆袭是逆袭谁呢 我想可能我们要逆袭国外的那些 是吧 就是把中国的动画电影做上去 那么这时候一比较 我发现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他们的电影拍出来 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看 孩子也喜欢看 大人也喜欢看 可能老人也都能够看下去 而我们的电影 我可能片面的角度 大多数还是给比较低顶的孩子来看的 北京每日世界影视动画的创始人兼导演黄建明 一开始发言就开宗名义 直至国产动画的一大短板 内容和定位太过单一 相比之下 较为成熟的好莱坞动画电影 则更能够吸引各个层次的受众 老少通吃 如果我们谈到逆袭 我想可能在整个逆袭的团队里边 需要有这些 直接是去做这个叫何嘉欢 类型的这样电影的出现 在这个竞争的行列里 应该有这样的电影 才能够说 真的是在这个层面上 是在孩子 儿童 成人都喜欢看的电影 这个层面上 去和好莱坞的电影去抗争 仅从票房一项指标 就能看出国产动画电影 与欧美的差距之大 以上海为例 2012年上海动漫产业 共出品动画电影11部 累计票房4.5亿元人民币 数量与票房均在全国独占熬头 而美国梦工厂仅一部疯狂原始人 在中国大陆票房就高达3.92亿人民币 业内人续表示 国产电影过去一直依赖的小手牵大手的模式 已经不合时宜 靠小朋友强制性地拉着大人进影院 并不是国产动画电影的出路 动画电影摩尔庄园的导演兼编剧 《华映星球》首席创意执行官刘可鑫 还补充道 国产动画电影在加强 合家欢迎电影的基础上 还要制作出更加多元化的产品 因为毕竟我们的国产电影的观众 它的细分领域 它的就是包括它的分布 包括它的欣赏的习惯 其实是跟 等于是实际上是跟我们经常 我们媒体也好 我们很多很多舆论所想象的 实际上是在第一线上是有出入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我们更理智 我觉得更加就是聪明的去集中自己的力量 实际上是要做更加定位 更加精准的 更加多元化的 然后更加符合观众欣赏类型 低幼不意味着幼稚 此外信心动画CEO王立峰还谈到 与好莱坞相比 国内动画电影在内容制作等方面都有欠缺 他所在的公司一直在与欧美主流电视频道合作 并向外输出动画电影 他说在合作的过程中 国外制作团队的很多经验 都可以为国内同行借鉴 我觉得最大的学习呢 是在创意这方面 他那个创意呢 他这个流程还是比较严谨跟科学的 他先分析市场需求 然后呢 再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呢 做出来比较精准的这种东西 我跟他们学习这个 就是到底做什么样的内容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里面的教育内容跟娱乐内容如何去平衡 然后呢 在这方面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收获 另一方面呢就是 包括他们在后续的这个市场上啊 怎么去推广啊 也虽然参与不多 但是也能够学习到一些 第三呢就是在制作中 怎么样把这个质量能够做到 那当然是根据预算了 能够做到精益求精 能够 因为国外的市场竞争非常充分 就是这个东西呢 你这个可能各方面都要把握得比较好 才有可能成功吧 对于国内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动画电影的蛋糕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未来的潜力很大 尤其是随着移动终端的兴起 动画电影未来有着非常大的想象力的 他认为 今天小马奔腾都进入到这个行业了 那就说明动画电影的春天刚刚开始 本正上天 thing 在女抿上天量带般并不是特别位 また女抿上天啊 学院使这面 你们有料 这 tabii 谢谢小马奔腾